我的天 他们是想将我分成两半吗 海神的能量唐三能够理解 可这红色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呢 同样是自己身体内出现的能量 为什么海神的能量就会这么排斥它呢 或者说他们彼此排斥 似乎是在争夺唐三身体内七块魂骨的控制圈 唐三现在很想告诉他们 你们争吧 能不能先让我昏过去 等你们争出个结果来 再让我清醒过来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伴随着二者的不断拼斗 唐三渐渐发现 自己的身体上的变化也变得越发明显了 体内的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金色 不只是被光芒笼罩 而是完全内蕴融入他身体的金色 这就意味着唐三的身体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 经过这魂环和魂骨的吸收 不论那两种颜色的能量争夺是什么 至少自己的身体依旧在进化 他们的争夺总会有个结果 对唐三来说 最差的结果就是这二者 一个占一半自己身体 要真那样的话 唐三哭都没地儿啊 事实证明 运气总是站在唐三这一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占据了上风的还是自己的海神之力 首先 海神三叉截烙印霸占了最重要的额头位置 那红色光芒几乎几次想要侵入其中 想要控制头部魂骨 却都无功而返 另一个 海神三叉截虽然失去了海神之心 但毕竟是曾经的神器 而浩天锤却是在那红光注入之后才变异的 这其中的差距也导致了天平的倾斜 海神能量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让唐三大大的松了口气 当那红光终于被金光重新逼回唐三的左臂之中时 他体内的紫色光芒也渐渐消失了 伴随着金红两色光芒的争斗 深海魔精王的魂环能量已经完全被唐三的身体吸收了 可惜的是海神能量虽然强势 但将那红光压制到唐三左臂之后 却再也无法将其继续驱赶 以唐三的左肩为界限 海神能量占据了身体的大部分区域 而那红光也固守唐三左臂 说什么都驱散不了 敬畏分明的二者 伴随着深海魔精王魂环能量的消失 而停止冰倒 终于结束了 唐三心中长出一口气 他宁可再跟深海魔精王打上一架 也不愿意经历这样痛苦的煎熬了 在他双手指中 海神三叉戟的金光渐渐褪去 浩天锤上的红色魔纹 却并没有内敛的意思 只是上面的红光变得暗淡了一些而已 而浩天锤上已经多了一个魂环 一个让唐三大为吃惊的魂环 这魂环通体成赤金色 与千刃雪身上的最后一个魂环有些相像 不同的是 他没有千刃雪把第十魂环那么强烈的神圣气息 可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测的强大杀机 这个是百万年级别的魂环 还是神级魂环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脑海中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海神第八头 完善海神套装通过 蓝鹰黄右腿骨飞行容易发动 唐三收回浩天锤 快速朝海面飞去 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唐三开始检出自己的魂力情况 他惊喜地发现 他的魂力不但冲破了97级的屏障 而且又连升两级 直接升到了巅峰绝世等级的99级